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一堂特别实用的生存中文课 是什么话题呢?那就是怎么快速看懂中国的地铁线路图 现在我手上拿着三张地铁线路图 这张是巴黎的地铁线路图 这张是伦敦的地铁线路图 而最后一张是上海的地铁线路图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三张地铁线路图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眼花缭乱呢? 眼花缭乱就是指有这么多的信息我应该看哪里呢? 没错,我其实在学习英语和法语的过程中和大家有同样的感受 比如我在巴黎旅行的时候我想找到Louvre 我在地图上找了很长时间却找不到我应该坐哪条地铁线 到了伦敦我想去Kings Cross 可是我却找不到Kings Cross到底在哪条线 因为字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有这么多的线路 怎么办呢?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当我再次给我的学生解释上海的地铁线路图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能够快速帮助你看懂地铁线路图的好办法 上海的地铁线路图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它就是分成不同的颜色 每一个颜色代表一个线路 而每一个线路都是用数字来标识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呢? 千万不要像我那样一条线一条线的去看 那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一个办法 那就是找到这个城市最主要的那条线 哪一条线才是最主要的呢? 如果你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在中心的部位有很多交叉点 有很多交叉点 说明这个地方非常的繁华 对吗? 非常的繁华 这个应该是市中心 越偏远的地方应该是郊区或者不太长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位置 我们又进一步缩小的范围 我其实在上海生活过五年 但是即便我在上海生活过很多年 我也不一定知道所有的线路 我也不一定坐过所有的线路 但是我知道的是 有一条线通往机场 而且这条线经过了上海最繁华的几个路段 它就是地铁二号线 我们假设你刚刚乘坐飞机 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学习抵达上海那一集视频中 我曾经说过 在浦东国际机场 大家可以换乘地铁或者磁悬服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 二号线有一个飞机的标识 这也是二号线的终点站浦东国际机场 好了 我们刚刚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我们决定乘坐地铁去上海市中心 我们要坐的这个地铁线是地铁 二号线 绿色 现在我们上车 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停靠站 这些名字眼花缭乱 其实你不需要认识所有的名字 你只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的停靠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关键的停靠点是哪里呢 它就是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可以说是上海的一个中心的中心 是上海的市中心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以人民广场为中心 它的周边的地铁线非常的密集 也就是说 一旦你到达了人民广场 你乘坐的是绿色的二号线 那么就可以换成红色的这条线 或者蓝色的这条线 红色的这条线是 红色的这条线是一号线 蓝色的这条线是八号线 当你在上海乘坐地铁时 可以轻松地找到地铁线的标识 比如这张照片 箭头指向12号线 除了在墙上 可以看到地铁线的标识 在地面上 你也可以轻松地找到地铁线的线路标识 而且是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记的 我们回到中心 如果你坐二号线抵达人民广场 那么就可以轻易地换成 一号线以及八号线 在每一个车站的站台上 你可以找到可换成的地铁线标识 比如这张照片 你可以换成四号线 在二号线这条线上 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停靠点 我们以人民广场为中心 在人民广场的右边 是南京东路 而在人民广场的左边 是南京西路 南京西路 那么南京东路都有什么呢 如果你乘坐二号线 在南京东路下车 可以轻易抵达上海的外滩 那再向前呢 再向前一站 是陆家嘴 陆家嘴是上海非常有名的金融贸易区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去上海中心大厦 或者上海环球经贸中心 它是一个金融贸易区 在人民广场的左边 也就是南京西路 大家可以看到 南京西路 你同样可以换成粉色的这条线 或者深绿色的这条线 深绿色的这条线是地铁12号线 粉色的这条线是地铁13号线 在视频上方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标识 上面写着自助售票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用自助售票机购买地铁票 这个机器叫做自助售票机 自自己帮助自己 自助售票机 和自助售票相对的是 人工售票 也就是有一个人工售票窗口 你可以在这个窗口购买地铁票 在这个窗口购买地铁票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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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票